阿拉·穆卡海尔出生在科威特,父母是巴勒斯坦人。 1990年伊拉克侵入科威特时,穆卡海尔和他的家人逃到了约旦。 他们直到1993年才拿到前往美国的签证。 抵达美国时,穆卡海尔只有6岁。 签证过期了,我们却仍然留在美国。 从那时起,他就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住在美国,生活在社会的阴影里。 当美国之音记者第一次看到穆卡海尔时, 他正在芝加哥郊区挨家挨户的鼓动穆斯林家庭参加2010年的中期选举。 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一权利,穆卡海尔也不敢透露太多自己的个人信息, 因为害怕被缔解出境。 我不确定结果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很怕说实话, 我还没有找到我需要的支持我的群体。 自从最早那次采访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穆卡海尔现在已经走出了阴影,公开说出自己的故事。 这从某种程度上还要感谢奥巴马总统承诺停止针对像他这样的非法移民的遣返程序。 我有点惊讶,但更多的是怀疑,因此我愿意用谨慎乐观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他这样做的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安东尼·奥鲁姆是位于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 我可以理解怀疑论,这会真正实现吗? 如果国会运作得更好,梦想法案已经通过了, 但是这件事在全国已经陷入僵局,2009、2010、2011,总统必须做点事情了。 奥鲁姆说,总统宣布这个消息可能会有利于奥巴马在佛罗里达和其他有着大量移民人口的州的连任努力。 但是穆卡海尔说,仅仅这个消息并不能改善他的境遇。 他面临着9月份芝加哥的联邦法官将决定他是否可以寻求政治避难, 以防止被遣返回约旦的困境。 我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我是拥有约旦护照的巴勒斯坦人。 有一个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巴勒斯坦人回到约旦, 却被剥夺了约旦公民权的记录很多。 穆卡海尔希望,到那时总统的政策已经得到实施, 这样如果他的政治庇护申请被拒,还可以帮助他留在美国。